Drak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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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ello Jaxi的朋友們好久不見 我是陳愛希 今天我們在PUMA的新的三大聯名品牌的發表會現場 那我現在這一區呢 大家可以看到這一區其實有很多很多很多 像是插畫的圖案在這邊 然後非常有童趣感 因為這一區的聯名呢 就是跟一個上海的設計師 童雲所一起做的聯名 那它的品牌叫做 Takasha 那它所有這個系列的聯名的東西 也都會融入這個元素 像是我身上這個 它就有一個pizza在上面 然後這個鞋子 它也是用PUMA經典的鞋款去做 新的搭配新的設計 上面就會有一些很童趣的東西 跟它的插畫是非常像 包括LOGO這邊都有做一個新的LOGO 就是有他們兩個品牌的一個標誌在上面 所以這個系列是非常非常適合 就是還有很有童心的 或者是說 你平常是很酷的男生或女生 但你想要在你的穿搭面容和一些童趣的感覺 都非常適合來看這個系列喔 Hello Jaxi的朋友大家好 我是孫永安 今天我們來到PUMA的活動 我自己很喜歡他們這一季的外套 像這樣子寬寬大大 然後還有這種芋蓉 芋蓉 這邊有這件 然後呢 這件外套很酷的是 它打開裡面還有 口袋喔 像這樣子 很寬大的運動褲 因為運動褲通常是這種 比較fit一點的運動褲 褲子跟鞋子都是outlaw的系列 outlaw的系列就是比較封鎖線啊 然後 標示 反光板之類的 Ayo what's good everybody 我是Ozi 我今天在PUMA 好我先來介紹一下我今天穿搭好了 今天我外面搭了一個 他們跟俄羅斯品牌 outlaw的聯名的整個 應該全部整個系列都是聯名 就是包括這件外套 有點像和服 然後裡面就是一個很簡單的T-shirt 跟PUMA的褲子 還有一雙很漂亮很漂亮的白色的鞋子 但是褲子如果不是這件的話 我覺得搭紅色這件 紅色這件蠻酷的 然後鞋子如果是要搭配這件褲子 我覺得我不想要穿太高通 所以我應該會 我應該會選這雙 這雙也是他們這次好像還蠻特別的 就是在鞋底上有一個很特別的紋路的設計 那時候我看到這雙鞋我覺得蠻帥的 我等一下繞來繞去去看一下更酷的衣服了 Peace 媽咪